快點,來,講平 班長,講平 好,看清楚 好,我講 做好料 做好料 來來來,班長,班長講平 我找不出問題 我找不出問題 沒有明顯,我看得出來 沒有明顯,我看得出來 這四兄條,趕快 對付寶寶 什麼千年隊要講 好,稍好 這條來不做就是 他在主戰 神像還有得像 還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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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挖去 還有錢 對 對 鬆開 鬆開 左腳弱的時候 落地馬上鬆下去 哦,要鬆上了 哦,要鬆上了 右手 右手 這個把手腳去哪裡 哦,去鬆,去鬆,去鬆,鬆,鬆 鬆,鬆,鬆,鬆 好,鬆完 要省鬆就對了 要省鬆就對了 要省鬆,省鬆 這樣好 剛剛,我幫你查我講 好,你看 這個站的時候,各位來看這邊 有沒有 他這個東西稍微跑出來 哦,跑出來 這隻腳 這隻腳有點輕 這隻腳稍微跑出來 啊,現在要收多少 要收起來 要收起來 夾它幫我幫你 哦,要收 哦,要收 了解 這個腳曲腳,曲腳點著就好了 要收下去就對了 我以前就這樣 啊,現在是稍微 稍微搭 我知道 我了解 稍微稍微搭 哦,這樣就成了 對對對 哦,了解了解 好,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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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說要收起來 是要收起來三點 收起來 放上的 放上的 來,放上的 來,放上的 這樣有再走 這樣有再走 好,放上 好,上的 好 好 要動 要動 好 這個 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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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走 沒有 這樣OK 提 提腳 右承轉 對對對 好 這一軟 右腳去鬆 鬆鬆 鬆了 還有就是那個轉腰的部分要稍微加一下 算好 你現在站得清楚,它本來站這樣走 這個地方跑出來 這個地方撐住 所以這樣站它不會覺得很鬆 你這個要收進來,會鬆開 那個力量就會灌到腳底下去 但是不要掉下去喔 你重量要踩到 對對對對 不是腳要跟是整個腳底下來 我們這邊是踩腳掌平定 所以這邊,你看這樣鬆一鬆 如果這樣翹起來,那個力量就會跑來這裡 跑來這裡一段 我有切點才會 對對對 現在要是要是要 力量會積在這裡一段 這樣比較好 這樣比較好 對 這樣比較好 對 這樣比較好 謝謝 好 了解嗎 了解 這樣OK嗎 各位這樣這一招沒有問題 這一招 我們鬆下來 放鬆 然後忍慢慢鬆下來 合住 然後再彈開的時候 彈開 落下來 落下來就是腳馬上鬆下來 好 落下來 繼續轉 那個腰的部分裡面 繼續轉 腰繼續轉 人繼續鬆 然後起腳 一邊起腳 左腳一邊保持放鬆 好 腰轉 落下來 好 這個動就是腰慢慢鬆慢慢轉 慢慢帶過來 好 這個腰 腰慢慢鬆慢慢帶過來 然後再翻轉 好 這樣OK嗎 好 主要是那個腰要多動 好 腰裡收住 保持鬆的 但是不要掉下去 掉下去就是它的背角了 好 前側嗎 好 就是鬆開 就好了 你如果掉下去了 它腳就壓住 你後面要鬆鬆不下去了 好 這樣我保持在這個角度 這個高度 不是壓下來 壓下來之後兩隻腳撐住了 好 你看 腳的斑長你看 好 我這樣 如果我腳是壓住的 後面我 飛它的時候就會變平推 因為腳已經下不去了 重心下不去了 好 好 但是我是鬆的 雖然這個姿勢是鬆的 那我就可以繼續下 繼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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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直起來 好 而且聽什麼 這兩個插在一個形狀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一個是壓住的 你壓住的時候 你下面就 背就沒有 後面變化 空間就沒有了 好 你就沒辦法持續繼續往下鬆 好 如果你是鬆的 那你可以持續往下鬆 持續往下鬆 往下鬆 這樣對方就會感覺那個力量 是持續往下走 好 如果你是撐住的 雖然姿勢不變 可是你是用力量是撐住的 那你在這個位置 你鬆不下去 你只能用靠平底的力量 沒有那個重身的力量 就是 那個垂直的力量就沒有了 垂直沒有力量 我們上 你跟他們講 我們打拳有三個軸 一個是上下的垂直的軸 你那個垂直的軸已經失去變化了 你就只能在一個水平線上移動 那水平線上移動 你看 就會變成 水平線上移動 我就變成 大概會力點力 我吹過去 他剛好頂過來 兩個就是力氣點力 在這邊 但是我按的時候 如果能鬆能變化 我這個力 雖然看這樣 看你們看起來 這手這樣過去對不對 事實上我力量是往下走的 所以我力量往下走的 力量是往下走的 我不是直立過去 那對方 他頂 會頂不到 為什麼會頂不到 因為他頂上來 我力量不在這邊 我力量是在下面 我力量是跑下去的 他很清楚 就插在這個 那另外一個軸 有三個軸啊 一個直軸啊 左右前後 還有一個垂直的軸 所以這一個用不到 這個是旋轉啊 因為在鋁的時候 就用不到啊 你看他開過來 如果我直進就不來進 可是你看這個是平面的軸 這個就是我們用的是平正面的軸 這個就是我們用的是平正面的軸 左右的軸的軸 軸的軸 對的SYE叫做 來請這嗎 那所以在打的時候 我們三個軸都會運到效果會比較好 那頂便再講一下 第一個我平軸過去 假設我這樣子過去直的 這個是只有直的 一個軸的運動 前後運動 我這個前後運動 他會頂住我不讓我進 你看我把兩個軸 我前後加上一個轉動 這個前後加上一個平的 前後加上一個平的 是不是就有效果 有沒有 我用了兩個軸就有效果 那我再把第三個軸用上去 我這個是前後轉動 再加上一個誰 一個沈轉的下去有沒有 沈下去的力量 考各位這三個軸哪一個最厲害 上架軸最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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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你只要上架軸做到的 就浮根了 你看 我這樣子動 我這樣推一個軸 這樣一個軸 但是你看我這樣往下 往下走 你看他是不是受影響了 這個是垂直的軸 有沒有 這個軸是具決定性的 決定性的那個要素 所以我如果只有這樣子 就這樣子而已 如果這樣子沒有 可是我這樣子 你看往下 鬆的時候 你看他受我影響 我這樣往後一推就起來 往下再往後就起來 好 我這個是直的軸 就這樣進 它一個是平的軸 這樣進 對 那我現在直的軸加平的 是不是就有影響 那我現在把 再一個是垂直的軸 對對對 垂直的軸 對對對 垂直再加上去 有沒有 垂直還是有加 我垂直是放在最前面 對 對對對 我可以再加 看如果我要做旅 我就做轉動比較多 對 如果是要做擠 就做前後 擠按就做前後 我剛剛聽的有點 就是就是說沒有加烘 好 擠的話 那個垂直 對 垂直當然你如果夠鬆 速度夠快 對 會很難